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两岸和解 国防的实力跟发展 是目前国家非常非常重要 安全最重要的基础 所以这方面国人都很重视 那么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委员会对于国防预算的支持 本系来看的话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支持 特别是执政党的委员 我在这里请教部长 这个101年度 虽然国家财政困难 但是还稍许 国防预上还稍许有成长 虽然不到3%GDP 但是还成长了200多亿 那为什么军情局 在明年的情报业务费用 尤其是大陆工作的经费 本年度减少了 原因在哪里 向委员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政府部门都是一体的 那么在行政院的政策指导之下 在表面看起来 我们在情报预算有所减少 不过减的就是一般军事行政的部分 对于我们现在专业任务没有影响 只有在行政的任务上减少 对对对一般的行政部分 它是一个通案的检讨 各相关的部会 以及我们国防部相关的军总 以及我们的部本部相关的 在行政的部分是通案都做一些检讨 不要造成浪费 但是对我们的军事专业 尤其情报专业 刚才委员所提及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减少 在大陆的勤收方面 经费有没有减少 不会减少 没有减少 好 这点是非常重要 像委员看我们 像军情 国安局 我们帮他代办的定远专案部分 他也有增长 一亿增长 是 国安局也在叫求 虽然是这样子 但是国安局那边现在 他也是在叫求 当然了 当然在目前 尤其是我们新的局长上任 汤局长 那么 这个情报的收集 情报的收集 当然 从过去到现在 人员收集当然重要 那么目前 以目前的态势来说的话 我们很多部分还是靠 电侦 这电侦是很大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合作 在这部分 也是人家很重视我们的地方 也是我们在战略上面 人家觉得 愿意跟我们 雪尔互相合作很重要 所以 军情局的角色是很重要 是 呃 国安局里面 整合所有的情报资料 是 最重要的来源 应该是军情局 向委员做个简单的报告 现在 蔡局长 跟我们 有多次的这个研究 就是 不管是电侦或者其他的 我们是要把相关的 征收单位啊 都做了一些统合 整合 不要造成重复于浪费 对 这个是才能够节约的一个 最好的做法 这个在蔡局长规划之下 本部所属的相关单位 包括 电展市 电展市 军情局相关的部分 海内外 电阵等等包含在内 做一个统筹的规划 这样子不要造成重复 本习是认为 像例如电阵这部分的预算要增加 是 这部分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不是人 不是只有钱的增加 我们希望他们人的素质 他们的服务的时间 我们都希望 这些专业的培养不容易 希望他能够延长 确实 确实这个非常重要 这些人才的培养非常不容易 那么我们有关系到 他们的待遇问题 比方说我们电展市的待遇 可能跟军情局不一样 跟国安局也不一样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都要去努力 要请各位委员继续鼎力支持我们 为他们在我们电展市服务人员 他们获得应该有的福利 在明年预算里面有没有在这方面增加 这个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啊 还没有 那你所说明年减少的行政费用 是不是包括我们军情局的人事费用里面 有没有减少 人为费都没有减少 没有减少 这边需要增加嘛 像有的委员一直增加 像飞行员的加急 那我们认为电展市这部分 他们不符情工坊的部分 如何把它弥补起来 这就是在那部的立场 应该考虑到这些人员的辛劳 好 那个局长你请回 你刚上来 我看你很认真 到处马不停蹄 这是应该的 情报工作很重要 传承嘛 老前辈要多去拜访一下 事情就好处理了 好作业了 然后另外 这个 越南 总书记前天 结束大陆的访问回来 是 他们主要谈到了就是 中越边境 最重要的是 南海的问题 是 所以南海 在这方面 不能说只是 国安会在主导这个事情 其实在国防部这里 本夕也是要建议部长 我们在前几天 我们几个委员 有咨询到这个问题 本夕很关心 因为两岸 是我目前 维持和平稳定 是最大的政策方针 但是在南海议题上面 国防部 也配合一下 甚至可以跟国安会反映一下子 在南海的部分 怎么样提高 我们在国际处理 南海议题上面 中华民国的参与 这点很重要 透过南海议题 我们的人建度 我们的参与 我们在国际上面 才会有人建度 这个议题很重要 尤其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 资源在那个地 所以国安部要考虑一下 怎么样帮我们政府 增加一些筹码 至少是谈判的筹码 在那个地方 那么到目前为止 那个地方 是我们可以增加 谈判筹码的地方 部长 向委员报告 这个部分 我们在国安会的指导之下 成立一个南海小组 那么本部的 也成立一个相对性的 研究南海的问题 那么从前段时间 委员可以看到 我们利用暑假的期间 那么利用全民国防为主轴 派遣了军舰 跟海军署共同合作 我们派了学生 学者专家 海洋的这些专业人员 到那边去 一次两次的去 那么那个地方 能源的部分 我们也配合台电 以及相关的部会 去那边设立太阳能的 一些规划 这个部分 政府都有在规划 国安部会配合 所以这个地方是 纳入一个议题 到底是用外交手段来解决 还是要用武力手段来解决 这个国安会 在总统的指导之下 都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这个我知道 宋彦辉教授带了一些学生过去吧 我知道的 当然是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但是 国防武力做后盾 做谈判的筹码 是 好 非常谢谢部长 谢谢 我还是再一次重申 在目前是 国防 不管是组织调整 而且是我们兵力重整 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候 在这个时候担任部长 真的是非常 任重道远 所以再一次 肯定高部长 也肯定国防部 谢谢委员继续支持我们的组织再造 谢谢